为了帮助花莲度过地震过后的艰难时刻 冲绳台湾交流振兴会的会长平田九雄 特别号召300位喜好高尔夫球还有马拉松的好朋友们 募款捐赠110万日元 亲自送达了花莲施工所 并且希望透过慈爱基金的统筹运用 帮助花莲的灾后重建工作 冲绳台湾交流振兴会会长平田九雄 日前在得知4月份花莲发生强症 造成终大灾情后 特别号召300位喜好高尔夫球及马拉松的好朋友们 共同募款捐赠110万日元 日前在中流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陈骏池的陪同下 亲自送达花莲施工所 希望能帮助花莲度过震后的艰难时刻 那因为这一次他在冲绳举办了高尔夫的活动之后 他就想说他想要能够募集大家一起来做这些善举 他就問我說他希望能夠捐給的是花蓮市 我也是嚇一跳為什麼針對 他說因為花蓮跟沖繩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 他自己也非常喜歡花蓮 所以他希望能夠到花蓮市來 他就很快速的在上個禮拜跟我講完之後 這禮拜就馬上動身來到花蓮 我們真的非常謝謝這麼多關心花蓮的朋友 我也接到陳會長的電話之後 趕快跟嘉義市長來做相關的聯繫 也希望未來有一些更多文化經濟的交流 能夠在花蓮跟沖繩來做產生 那我們更希望未來在支航的部分也能夠推動成功 那我想我們在國際間不孤單 我們在前些日子非常多的一個國際友人捐助 這樣的一個善款 那我想我們會妥善的運用 然後運用在我們災民的身上 那也再次的要謝謝我們今天前來捐贈的一個 包括我們的協會跟我們還有一些友人的一個部分 再次的感謝大家 台日雙方的深厚情誼展現了國際間守望相助的精神 平田會長表示為了將持續推動沖繩與花蓮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共同促進兩地的繁榮與發展 記者 許立琴 華蓮寺報導